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雷 好久没和大家录视频了 因为这个月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嘛 所以可能上传视频的频率会比较少一点 请大家见谅 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之前有出过同一个主题 那就是提升幸福温度的实验好物之冬季篇 那顺便也分享一些最近可能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的产品 那如果有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第一个冬季提升幸福温度呢 就是冬季必备的护手霜了 那手呢也是我们的第二张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他稍微就是可能洗一下碗啊 洗一下衣服可能手就会变得很粗糙比较嫩 那我呢属于就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护手霜 尤其是在冬天 那这里呢我给的建议就是你可以选择两种功能 第一种呢就是注重它的一个医药类的 像日本的药妆店都有很多选择 那我这里呢就是买的这个就是小兔子标志的 它其实是一个医用类的 但是包装也是蛮可爱的 它里边呢就含尿素的成分呢会比较多一点 对于就是我们手如果说变得很粗糙 或者说甚至又裂开了的话呢 它的修复功效也是不错的 那你可以备一支功效性的 然后呢再备一支就是颜值比较高的 然后呢香味也是你比较喜欢的 但是功能性呢可能没有医药类的那么的专业吧 那根据你不同的情况 可能你平时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可以下 用一下功能型的 然后平时外出出门啊或者说去逛街什么的 想要用一个香味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种颜值高的 那根据不同的需求呢去选择不同功能的护手霜 那日本的一般的普通药状店 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 大家有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顺便说一下关于这支药用的话呢 之前我们家小宝宝 因为它保育员也经常玩嘛 老师也不可能给他们涂护手霜的嘛 然后呢我可能在这方面也比较舒服 他回来就跟我说他的手特别红 然后呢就很粗糙冬天嘛 因为在外面玩 所以呢我就给他用了这个 差不多用了大概两到三天左右就晚上 睡觉之前给他 就是很厚的衣服 很厚的敷在上面 然后呢他就完全好了 他就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支功效比较好的护手霜呢 不仅能够让我们大人的心情变得好 小孩那也会变得非常开心 能够更开心的去玩 所以呢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样东西提升幸福温度的呢 我自己个人呢 几乎是一年四季都要必备着 那就是我的一个润唇膏了 其实也是因为有一次就是 我可能身边没有润唇膏 然后嘴巴特别干 都出血了 真的很夸张 然后呢我就去超市买了一支曼袖雷顿 那时候在我们国内还蛮火的嘛 这个牌子 现在其实也还好吧 然后呢就让我唇部瞬间就是感到非常滋润 就感到心情非常好 然后呢之后你不管是工作啊 还是游玩啊 做事情的话 其实唇部的一个状态 对你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冬天如果说保持嘴部 就是很滋润的一个状态 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开心 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真的很必须 第三样冬季提升幸福温度呢 就是应该每个人都会有的冬天 那就是我们的围巾了 那围巾其实也有很多形式嘛 有那种羊毛的围巾啊 也有围薄啊 还有那种毛绒绒的感觉 那根据你自己的喜欢去选择 而且根据不同衣服去搭配 那我呢首先第一个呢 就今年新入呢 就之前和大家多次分享过 就是优衣裤和安亚 Heatmarch的联名系列 就是一个大眼睛嘛 我一下子包色入了三颗颜色 我都非常喜欢就男女做出选择 除了那个橘色我没有觉得可能比较难搭配 另外三个呢都还不错 然后呢我觉得那个灰色呢 是最百搭的 那搭配就是比较亮色的衣服呢 我觉得也是非错 而且今年灰色呢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色彩嘛 有什么格雷辉的穿搭什么 也蛮流行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条是我很早之前买的 其实在日本 就是我刚来日本那段时间 日本还蛮流行这种毛绒的 这种帽子啊围巾啊 还有这种大衣 就袖子这边有毛绒的感觉 现在好像近几年来 好像有点退流行 你带着这个反而觉得 好像有点过时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还蛮保暖的 这个应该是人造的一个狐狸毛 所以呢对环境啊对动物啊 还是非常友好的 它在这里真的觉得 这边会发热 还是蛮舒服的 但是确实可能现在 有点退流行 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好像我看就是 日本的就是那个 老爷爷老奶奶 还蛮喜欢带这个围巾的 好像感觉很 就是很高级 很时尚的一个感觉 那小青年呢 可能这个有点退流行的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欢 选择其他的款式 那第四样东西 提升幸福温度呢 就是也是必备的一个产品 那就是我们的帽子了 那帽子呢 也有绒线帽啊 毛绒的帽子啊 或者说是一些 其他材质的这种帽子嘛 那这里呢 就是首先第一个 就是可刚刚 我已经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就是这种毛绒的 也是那时候刚来日本 在元素的那家小店买的嘛 这里帽子我真的买了好多年 就十几年了 但是戴着真的很薄暖 戴着它呢 你就感觉好像戴着个火炉在头上 真的非常不错 这个呢 那其实现在也有点退流行 就是那时候不是 就是日本的辣妹 还蛮喜欢这种毛绒的这种帽子嘛 还蛮流行 但是真的非常的保暖 虽然它不是纯羊毛 但是它这边一圈的毛绒绒 加上这个小球还蛮可爱的 所以呢 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虽然它可能有 现在有些地方 其实有些裂开来了嘛 但是我还是不舍得扔 因为首先它非常保暖 然后呢 又非常的可爱 虽然有点退流行的 然后呢 就大家带的比较多的 就是绒线帽了 那这里呢 我也比较推荐 优衣库家的基础款 或者说联名款 那联名款呢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是 安雅Hima 这顶绿色的 戴你的小帽子 也蛮可爱的 然后呢 基础款里面 也有很多颜色的选择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可能 就戴上去的 不一定非常的显脸型吧 但是还是蛮保暖 做一个 就是颜色的一个点具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第五个 冬季提升幸福温度的东西呢 我觉得可能 不一定有些人知道 因为还用的人 可能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日本妹子呢 还蛮喜欢用的 那就是这个啦 能猜到是什么吗 它其实就是 绑在我们肚子上 保护我们肚子的 那一般就是 冬天很冷的时候 如果说你穿衣服 不想穿的特别厚的话呢 你在你的肚子上 就是穿一层这个东西呢 你整体的 就会很发热 非常的抗寒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这也是我来到日本之后 发现日本妹子 非常喜欢用这款 我才买的 它还有就是 连裤子 就是下面有裤子 这个就是单单的 就是你绑在腰上面 就可以套进去 非常方便 还有就是连着裤子一起穿的 就是它是很长的 然后可以包覆你的腰 那我觉得如果说 你平时不一定穿的话呢 你如果说 像我们女生 如果说来大姨妈的话呢 肚子很疼的话呢 我觉得就用这个 保护你的肚子 也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选择 那这个一般就是 你去日本的这种 就是卖袜子的 卖这种内衣的地方呢 都有买得到 也就是 也不是很贵嘛 差不多 那这个图案呢 也是非常可爱的 毛绒绒的 材质也有布衍 有那种比较薄一点的 也有那种像这种 比较厚的 还有那种很毛绒绒的嘛 那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 我觉得还是蛮顶用的 就是 那第六样 在冬季提升 幸福温度的东西呢 也是我们每个人 必备的 就是冬季室内的拖鞋了 那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日本不像 我们国内淘宝上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在日本你要买到一双 既有颜值 然后呢 功能性也是不错 又保暖这种拖鞋呢 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 那我觉得 优衣裤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像今年优衣裤 其实真的 推出了很多很多的 一个拖鞋的一个款式 然后呢 也非常保暖 非常可爱 毛绒绒的 那我手上这双呢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是我去年买的吧 应该 这双毛绒绒的 粉色的这种拖鞋 它底呢 也非常软 而且防滑的 真的非常舒服 虽然它这边 可能露脂嘛 但你穿上袜子 然后穿在这里 室内的话呢 是非常保暖的 而且很舒服 所以今年它出了同款嘛 我又入了另外一个颜色 咖啡色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 就是它还出了 其他的各种各样子 形状的拖鞋嘛 也是毛绒绒的 也有那种就是布的 但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找到自己适合的一款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或者说做情侣拖鞋 因为它尺码比较全嘛 那如果说 就是如果说 想做情侣款式搭配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可惜 就是它没有出小孩子的款 我觉得可能我要去 给它就是 可能跟佑玉库说一下 能不能出一下小孩子的款 我觉得应该也会非常有人气 因为其实 在日本给小孩子买拖鞋 那可能更加的困难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说 幼义库能够出 小孩子尺寸拖鞋 我觉得应该蛮有人气 可以一家三口嘛 做一个亲子穿的 真的是非常不错 第七样冬季提升 幸福温度呢 就是我们室内穿的睡衣了 那我觉得如果说 你在家时间比较长的话 像我其实现在是 在家上班嘛 所以说其实平时 在家里的话 就穿睡衣上班 所以呢很随便嘛 那对于睡衣的舒适度啊 还有保暖度呢 也是很有要求的嘛 那我觉得这里呢 就是我今年新入的是 GU家的一件睡衣 真的非常的可爱 是一个迪士尼的 联名款系列嘛 然后是一个小松鼠的 那可以看下 我上次那个效果 真的非常的保暖 而且呢非常的可爱 那它也出了小孩子的版 然后呢我也考虑 给我们家小宝宝 也入一套吧 可以给它做亲子传达 那说到这里呢 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 优衣库的睡衣 其实选择性也很多 但是呢自从 我也买过优衣库 这样的睡衣 然后呢GU家呢也买过 去年买过 今年也买了新的 那我比较下来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其实从性价比上来说呢 GU在睡衣方面 可能比优衣库呢 更加值得 如果说你想找一些 比较可爱的啊 然后也很保暖的 那些睡衣呢 GU呢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选 就不要一直盯着 优衣库去买 那优衣库呢 可能比较偏向 就是这种成人化的 那GU呢 可能更有可爱一点的啊 或者说是一些 比较特别一点款吧 然后在保暖啊 材质上面呢 也一点都不输优衣库 甚至我觉得 可能在就是 我觉得我更喜欢GU这个感觉 所以呢 其他的技术款 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呢 在睡衣方面呢 我可能会更加推荐GU哦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GU的店铺看一下哦 那第八样东西提升 幸福温度呢 就是从去年开始 比较流行的就是 那个叫什么 阿尔法 什么什么帽子 就是把微博和帽子 连在一起的一个设计 那去年我买过 又一个和MARNEY的 连品款系列出了很多 但是呢 那个系列呢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它做的非常的小 非常的紧 所以呢 你戴上去就整个就是 就是把你的脸呢 就是暴露无遗 就是显得非常脸大 哪怕是你脸很小的人呢 可能戴上去都不一定很适合 导致呢 优衣谷那款产品 其实真的很没有人气 到现在可能都还有库存 我觉得我当时呢 也没有买 只买了马甲 虽然它颜色配色还蛮特别 但是因为它这个款式 实在是没法戴下去 所以我也没有买 那今年呢 GU家呢 也推出了同款 但是呢 他们家呢 就做的非常的宽松 而且非常修饰脸型 我就入了 那我入了这款呢 是黑白的一个条纹 它就是这边是微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戴上去 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简单 就把它套上去 套上去 然后这边呢 是微薄 就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尖边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它这边还有个绳子嘛 可以扎着蝴蝶结 它就这样 它是那种松松垮垮的 这样子 就是你把你的脸 放在里边 又显得小 而且又可以 就是汤风啊 然后就是显得很薄暖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觉得这边 比较雷瑞化的 穿一件衣服 然后把它遮住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非常非常的可爱 就因为它条纹的话 你可以配一些 单色的衣服 因为这个可能会比较复杂嘛 就这样看还蛮不错 像优衣库那款 Marnie的那款 它就整个就是 包住你这样子脸 就显得脸非常大 就很不好看 那这款就很松 所以呢 像其他品牌也出过 或者说一些 卖杂货类的这种 小店铺也会有买 所以在选择上的建议呢 就是一定要选择这种 宽松的 就是修饰脸型的 千万不要选那种 包裹很紧的感觉 一定要记住哦 对 顺便说一下 这款呢 还出了其他的一个蠢色 还有一个蓝色和一个白色吧 而且现在正好是 冬季折扣 它是降价的 价格非常的合适 如果说 你所在的地方店铺 基于还有这款的话呢 非常建议购入 现在是非常划算的 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下一个提高冬季 幸福温度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 所有的人都会有 可能拥有的人呢 会蛮少的 那就是这个啦 它有熊的耳朵 那它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耳罩 保护我们的耳朵的 这其实是我去年 就是在日本的这种 杂货店买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小孩子 但是我们大人大上去 尺寸也还好 所以呢我就买了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那这个其实 因为我自己 像我们就是国内 我们不是说生冻疮吗 冬天 就像我呢 手到还好 可能因为涂护手疮的关系嘛 但是我的耳朵呢 也没有好好保护 所以我冬天呢 就现在可能好一点了 像我以前就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到冬天 我的耳朵就会非常的痒 然后呢 是那种洞窗一样 所以我对我的耳朵保护呢 还蛮注意的 会买各种各样的耳朵套嘛 国内也有 但是不好看 就是那种光保护的 然后呢 看到这款 我觉得还蛮可爱 又有颜值 然后呢 又非常可爱 可以保护你的 这边软软的 我觉得给我们家 小宝宝带的也是不错的 我自己也可以 有时候带着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我觉得拍照 也蛮不错的吧 蛮可爱的 如果你看到这种 比较有颜值的 然后呢 你耳朵也需要保护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 温度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小彩蛋 那就是我们家的小可爱啦 不知道就是 当妈妈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感受 就是尤其是冬天 如果你跟小宝宝 一起睡觉的话 一般我们小宝宝 总会先睡嘛 然后我们看手机啊 刷手机啊 然后呢 刷完之后很晚了 然后呢 就是开始钻到被窝里去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的脚很冷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 我们的小可爱了 他浑身就非常的 小孩子对吧 就可能刚睡下 他可能比较冷 然后睡了一会儿 他浑身会非常的热 就像一个 我们的热水袋啊 就是小的 那热水袋 就非常的暖和 然后呢 就是有时候呢 就我睡下的时候 就会把我冰冷的手 放在他的屁股上 因为放在他腰上 可能会容易感冒嘛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放在他屁股上 因为他非常会踢被子 所以呢 一般我们家睡觉 是给他穿着裤子睡觉 就穿着薄薄的一条 睡裤睡觉的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冰冷的手 放在他的屁股上 取点暖 然后一会儿 我就浑身也很热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幸福呢 就是那么的简单吧 还蛮可爱 所以你家也有一个 非常热活热活的小宝宝的话呢 一定要利用起来哦 以上呢 就是今天分享的 冬季提升幸福温度 好物的内容啦 那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也请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在你的心目中 冬季提升幸福温度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也会去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一些感想 我的穿搭分享视频 还有那好物分享 还有那我的雷看日本主题 带你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日本 那如果说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